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的麻烦 第三个问题要问的是我们手机的前后摄像头的像素是多少 一般来说前置摄像头的像素在800万左右 后置摄像头就是2200万的像素 那这样如果拍照的话无论是前置还是后置 这个像素都是非常高薪的一点也不模糊 以上这三个问题都是很多人买手机的时候通常忽略掉的 如果我们在买手机的时候问到这三个问题 卖家可能就觉得这个人是懂手机的 是个内行他就不敢轻易再骗你了 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了 要想了解更多小妙章关注王小小日记 小好的世界大大的妙幼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